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今天我们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大家分享居里夫人传 上次我们谈到居里夫人和比埃尔居里,他们夫妇的婚姻很美满 一般的婚姻呢,美满的婚姻都需要通过互相的让步 但是这一对特别的婚姻呢,为什么他们婚姻如此的美满 因为他们思想一致,就算是在生活的琐事上也是步调相同 所以他们的婚姻算是天作之合,神特别设立的一对婚姻 但是天由不测风云,仍有旦夕祸福 经过若干年之后,居里夫人痛失比埃尔 那是一个下雨天,比埃尔呢,在路上行走,心事重重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没人知道 或许他在想实验室里面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或者他在想家里的琐事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我们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突然有一辆车 四轮货车越过车轨 朝着比埃尔驶过来 比埃尔呢,想要穿过马路到对面的人行横道上去 他心不在焉 结果比埃尔和驾车的一匹马撞在了一起 脚底一滑,跌在了两匹马的马蹄下 过路的人赶忙喊车夫停车,车夫停车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拉着货车的两匹马,那是完全失控 继续往前奔跑 所以比埃尔倒下去的那一刻 其实还没有受伤 但是比埃尔没有夺过车子的后轮 那驾载着六吨货物的马车的后轮 从比埃尔的头上就这样活生生的粘了过去 比埃尔的头颅瞬间被粘碎了 所以道路上是一片混乱 警察赶过来的时候 把比埃尔的尸体抬起来 想运到警察局去 后来警察打开比埃尔的钱包检查 他证件的时候才知道 哇,这是一个受人景仰的科学家 比埃尔居里 然后很快的比埃尔的遗物 先于他的尸体被运了回来 这里遗物包括一只自来水笔 几把钥匙 一个皮夹 一只表 然后呢 比埃尔的尸体被安置在房间里 玛丽一个人陪着他死去的丈夫 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比埃尔去世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国内外各国报纸 用大篇幅来哀悼这个伟大的科学家 国王也好 部长 诗人 学者 各行各业的很多人都发来慰问的电报 比埃尔的一生只有短短的47年 从他的朋友哀悼他的一些文章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比埃尔的人生轨迹和他独特的人性价值 对于玛丽来说当然是沉痛的打击 他就变得神情恍惚 行动迟缓 像一架机器一样 连两个孩子女儿都没办法唤起他的情感 好像他的情感随着比埃尔的离开而离开了 很多亲人理事很多人都经历过 好像亲人离开自己的情感都麻木了 其实不是麻木了 应该说情感暂时的好像被冻结起来 被冻结起来 好像人需要被唤醒被苏醒一样 暂时情感被冻结了 所以居里一生也就是比埃尔的老父亲 居里一生 玛丽的哥哥约瑟夫 玛丽的姐姐布罗尼亚 所有的亲人都特别担心玛丽 他们为玛丽的未来担心 然后法国政府提议 给这个比埃尔的遗孀和遗孤 一笔国家扶絮金 玛丽也就是居里夫人谢绝了 说我不要扶絮金 我很年轻 我能挣钱养活自己和女儿 1906年5月13日 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 保留比埃尔居里的教习 然后呢 把这个教习以代课老师的名义 给了玛丽 所以玛丽就收到了巴黎大学的聘认书 聘请巴黎大学实验室主任 理学博士居里夫人 代授该学院物理课 年薪一万法郎 这样法国第一次 把最高教职给了一位女性 玛丽也会常常想起 她的先生 比埃尔居里的一句话 不管发生什么事 就算一个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 也应该照常工作 在失去比埃尔最初的那段日子里 玛丽开始给比埃尔写日记 给死去的王夫 给他写日记 这也是一种抒发情感的一种方法 也是治愈心灵的一种方式 他在信里面告诉比埃尔 说我漫无目的地走着 丝毫不能感受到外界的声音 我不想自杀 但是脑海里面却有一个奇怪的念头 在路上奔驰的这些车辆中 会不会也有一辆车 让我遭受和你一样的命运 所以那段时间呢 玛丽的思想那是很多的 搬家的时候 比埃尔的父亲 居里老医生对玛丽说 她说玛丽啊 现在比埃尔去世了 你没有必要和我住在一起 我可以单独去住 也可以住在另外的地方 你决定吧 玛丽说 父亲你决定吧 你若是离开我们 我一定很难过 但是你有权安排你自己的生活 居里医生愿意永远的留在玛丽这里 说如果玛丽你愿意把我留下 我就留下 就这样一个寡妇 一个79岁的老人 还有两个小女孩 就是现在的居里一家 在生活上的玛丽现在要一个人照料 两个还没有成年的女儿 和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 在工作上的玛丽要承担大学教授的职责 负责指导学生和实验室的人员 此外呢 玛丽的心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 她要创建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 实现比埃尔还没有完成的梦想 这些压在玛丽肩上的责任 即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都难以应付 在玛丽独居的生活中 有一个人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那就是比埃尔的父亲居里医生 比埃尔的去世 当然给这个老人带来沉重的打击 老年丧子当然是很痛苦的 也会折磨他 但是他决定他不再去儿子的墓地 为什么 他要强迫自己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面对现实生活 一个79岁的老人决定不再去儿子的坟墓 要强迫自己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来面对现实的生活 而居里夫人的两个女儿 艾夫和伊雷娜 这两个孩子就和祖父 居里老医生成了最好的朋友 然后居里老医生会教 伊雷娜博物学和植物学 给他读自己最爱的维克多余果的作品 居里老医生的坚强和乐观感染了玛丽 面对这个可敬的老人 玛丽为自己的悲伤感到羞愧 强达精神 学着校对生活 后来在1909年的时候 居里老医生患上了肺冲血 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年 玛丽在这一年里面 用很多的时间来陪伴这位 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不堪的老人 在1910年2月25日 居里老医生去世了 居里老医生去世之后 这个家就剩下玛丽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在这个过程中 玛丽还每天在笔记本上做笔记 详细的记录着伊雷娜大女儿 在数学上的天赋 和次女爱夫居里在音乐上的天分 居里夫人并不赞成学校的教育体制 她认为孩子们正处在活动和玩耍的年纪 把他们长时间的关在教室里 那是不可取的 那怎么办呢 居里夫人就和巴黎的同事们 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方法 他们把自己的十几个孩子聚在一起 亲自教授他们功课 有一位教授负责化学 另外有一位负责数学文学历史外语 都有专人负责 每个周四的下午 在理化学校一间废弃的教室里 玛丽负责教授这些孩子们物理学课程 但是两年之后 这种集体教育的方式被迫终止 一是因为这些巴黎大学的教授们都太忙了 实在抽不出时间继续这个教学计划 二是孩子们要参加中学会考 必须开始学习正规学校的课程 玛丽把伊雷娜送到了一所 名为塞维尼埃的私立中学 塞维尼埃学校的教学时间 和公立学校相比要短得多 玛丽不用担心 伊雷娜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除了功课 玛丽还非常关心伊雷娜和艾夫的身体状况 做完功课之后 玛丽总会抽出时间陪女儿们进行体育活动 她在花园里面安装了钓环钓杆和划绳等等运动的器材 以便让两个女儿更好地锻炼身体 除了体育锻炼呢 两个小姑娘还坚持学习原液雕塑烹调 缝纫 缝纫等等课外的技能 这里提到一点 玛丽像居里老医生一样啊 没有坚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 她让孩子们自己选择 她绝对不强迫 居里夫人呢 自己并不是不相信神 只是她从小啊 她的母亲去世了 她认为上帝没有听她的祷告 所以她在情感上受了创伤 所以她在情感上选择了梳理上帝 但她并没有否认上帝的存在 对于儿女的信仰呢 她尊重他们的选择 所以一个人情感的受伤啊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她甚至会影响她一辈子 甚至可能影响到她的后代 所以一个人情感创伤 需要被医治 那是非常重要的 情感医治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虽然她的先生比埃娥 居里去世了 但在1913年 玛丽写信给姐姐海拉的时候 在信里面是这么说的 她说姐姐 生命虽然短暂 不能留下些什么 但我们还是应该努力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 产宝宝的精神 不问原因 不问结果 只是努力图丝 做自己的解 在1911年12月 鉴于玛丽工作出色的表现 斯德哥尔摩科学院 授予玛丽诺贝尔化学奖 在这之前 从来没有一个人 两次获得这个奖项 在姐姐布罗尼亚和大女儿 伊雷娜的陪同下 玛丽参加了这一次的颁奖仪式 站在人群中 看着台上的母亲领奖的伊雷娜 不会想到 24年之后 她也获得了这一殊荣 像母亲一样 站在了科学的最高点 但是面对荣誉呢 玛丽从来都是不屑的态度 荣誉虽然带给她声望 但是她不稀罕 可是荣誉也给她带来了诽谤和污蔑 这使玛丽有更充足的理由 来憎恨荣誉了 人总是这样 1909年的时候呢 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 决定在自己的研究院 为玛丽创建一个实验室 条件是玛丽要离开巴黎大学 来巴斯德研究院工作 而巴黎大学不愿意放走玛丽 于是就和巴斯德研究院达成协议 双方各出资40万金法郎 用来创建雷研究院 雷研究院再见的时候 玛丽常常在工作的间隙 跑到工地上去 对于研究院的建设 玛丽是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比如要求房子宽敞明亮啊 有硕大的玻璃窗啊 让阳光可以照进来 另外也要求安装上升 升降那个电梯啊 他都有要求 玛丽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 这座建设中的实验室上 他希望这座实验室 能够用上30年50年 甚至他离开人世的时候 他的学生还可以在这个实验室中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 他也希望这是一座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 在1914年的夏天 萨拉热窝事件爆发 什么叫萨拉热窝事件呢 就是1914年6月28日 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 维迪南大公 他们夫妇被塞尔维亚青年 普林西普枪杀 这时得 奥匈帝国在7月底向塞尔维亚宣战 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所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 国际局势就出现动荡 7月28日 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 向塞尔维亚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个屈里夫人玛丽 是没有料到国际局势的发展 会如此的迅速 她很懊悔 把她的两个女儿送离自己的身边 她有点懊悔 但是这一刻 玛丽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为自己的第二祖国法国服务 她是一位女性 年纪不小 身体衰弱 但是在玛丽的心中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玛丽发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 在所有的前线和后方的医院 几乎见不到X光检查设备 自从1895年轮晴发现X射线以来 X光检查设备在医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医生不用手术 医生不用手术就可以看见病人的骨骼和各种的器官 还能够照出照片 在X光射线的照射下 伤员伤口里面的子弹无处遁形 所以在战争期间的X光设备那是必需品啊 但是法国只把有限的几套X光设备安置在几个大机构里面 在战场上尤其是后方的医院X光设备成了难得一件的奢侈品 玛丽知道X光设备对战争意味着什么 所以她就立刻开始了 她认为最重要的工作 她列出大学中各实验室的仪器清单 把所有能够使用的X光设备材料集中起来 在一些教授学者的指导下 很多的工厂就开始制造X光设备 玛丽把一架X光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安置在一辆普通的汽车上 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工作 发电机给X光仪器提供它所需要的电流 这样X光仪器就得以运作 就这样一个移动的X光检查设备 就诞生了 玛丽创立的这种移动设备 从1914年8月份开始 在各个医院寻诊 无数的伤员得到救治 战争的局势继续恶化 玛丽开始考虑 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两个女儿会合呢 还是留在巴黎继续工作呢 最后她做出了决定 她不会丢下她最真爱的东西 她也不能够把实验室攻守让给敌人 她知道自己留在巴黎 还可以守着这些珍贵的实验设备 一旦她离开呢 所有的东西啊 顷刻间都可能会失散 虽然玛丽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但是有一件事她不得不考虑 那就是她实验室里面那一刻珍贵的雷 她很怕战争波及到这里的时候 这一刻的雷会被侵略者侵占 所以她决定了亲自把雷送到相对安全的波尔多去 终于最后巴黎得救了 玛丽迎回了分别已久的两个女儿 艾夫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伊雷娜大女儿忙着考取护士的文体 她想要为战争出一点力 玛丽这个时候仿佛忘掉了自己羞涩的本性 开始向政府官员请求各种通行证签证 或是一切有利于她在战场中奔忙的法令条文 玛丽从征集到的20辆车中 留下了一辆平头的雷诺汽车 供自己使用 车子按照规定涂成灰色 车身上有一个红十字的医疗标志 车窗旁边是一面法国国旗 当玛丽收到战地医院的电报或者电话的时候 她就会坐着这辆车赶去帮忙 然后她的钱包里装着一张身份的证明 居里夫人X射线服务指导员 她就这样 在各地 玛丽还建立了200个固定的X光射线室 这些仪器在战争里面救治了超过100万的伤员 而对于自己的衣食住行呢 玛丽是从来不注意的 忘记吃饭那是常有的事情 随便住在什么地方都行 这个妇人不娇气不抱怨 她就像一名战士一样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居里夫人的两个女儿 次女爱夫的年纪还小 伊雷娜却已经是一个大姑娘 她在17岁的时候就学会了X光照相技术 成了居里夫人得力的助手 然后玛丽就把大女儿派到各个医院 让她帮助自己去工作 同时玛丽还把自己积攒的钱去埋国家的供债 来支援国家 所以玛丽甚至把自己所获得的精致奖章拿到银行 准备销回化成金子再去埋供债 银行的职员看着这个伟大的学者 这样对待自己的荣誉 气愤而心痛的拒绝了她 没办法 玛丽只好把这些象征荣誉的奖章带回实验室 1915年 玛丽把那一颗珍贵的雷又从布尔多运回了巴黎 送给了一个社器服务机构 用来研究雷对人体的疗效 战争是愈言愈恋 放射科人才是非常的缺乏 玛丽建议政府开办训练班 培养相关的人才 应付战争的需求 所以玛丽就训练出了150个放射科护士 四年的战争 玛丽经历了很多的危险和困难的时刻 她在战地医院奔波 丝毫不考虑X射线对她身体的影响和摧残 战争终于结束了 玛丽也在实验室听到了停战的炮声 其实这场的战争干扰了玛丽的科学研究进展 耗尽了她的健康 也榨干了她的财产 面对战后的局面 玛丽是有点焦虑的 她50多岁了 她又好像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状况 她和她女儿今后的生活 只能靠她在大学的薪水来维持了 玛丽在战争之前 曾经拒绝各种荣誉和奖章 但是如果在战后 国家能够颁给她军人骑士等级 相信她会接受这种的荣誉 她在战争里面的表现 配得上这样的荣誉 但是玛丽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这场漫长的战争里面 玛丽尽自己的权力 为这个国家服务 但好像没有人想到 要颁一枚小小的奖章 给这一个不平凡的妇人 持续四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世界又恢复到了战前的平静 玛丽的科研工作 又开始油条不纹的进行 这个时候德国有一些物理学家 想要来见玛丽 玛丽对这些德国物理学家的态度 就根据他们在四年战争里面的态度而定的 如果四年的战争里面 这些物理学家是反对战争的 那玛丽对待她也比较友好 比较客气 比较有热情 那如果他们的态度 是比较倾向战争的 或者是置身事外的 那玛丽对待她的态度呢 也是只是礼节上的客气 就没有更多的热情了 这个是距离夫人 她的一个态度 现在呢 伊雷娜已经21岁了 是一名大学生了 距离夫人玛丽的大女儿 伊雷娜的理想是很简单的 想要像父亲和母亲一样 做一名物理学家 而且是专门研究雷的物理学家 伊雷娜性格沉稳平和 她并不因为父母的盛名 而想要夺避这个行业 她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那次女爱夫呢 不像姐姐那么坚定自己的方向 她年龄还小 不过距离夫人希望爱夫距离 能够做一名医生 研究雷在医疗方面的应用 不过次女爱夫距离呢 好像她的兴趣不在这 她的兴趣在音乐 我们这本书就是爱夫距离的作品 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有每一个孩子 不一样的潜能 我们不需要强迫 接着这本书里面又提到 距离夫人现在这个年龄呢 她开始参加了一次 有很多名人组合的帆船之旅 在帆船之旅上那是她很高兴 在和平时期享受的一段时光 距离夫人和很多的名人远离喧嚣的地方 然后呢他们在帆船之旅里面呢 怎么样去游泳也好 怎么样玩也好 积蓄能量 带着充足的能量 又返回到工作当中 现在法国政府终于考虑 给玛丽一个适当的头衔 以配得上 她要去美国接受荣誉的身份 因为美国啊 邀请她去 为什么美国邀请她去呢 是提到由美国纽约 有一家大型杂志的承办者 麦隆内夫人 她来见玛丽 来见居里夫人 问居里夫人说 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居里夫人说 我想要一颗雷 一遍继续我的研究工作 因为现在雷的价格很高啊 太贵了 居里夫人买不起啊 所以麦雷农夫人 看着这位眼前的居里夫人 心里面是无比的感动 雷是居里夫人 发现 她却放弃了 依靠专利权 让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 毫不犹豫的放弃 所以麦雷农夫人 是非常的感动 她回到美国的时候 就在美国筹募 筹钱 然后呢 筹钱要给居里夫人 能够有钱买一颗雷 来继续研究的工作 但是有一个条件 居里夫人要去美国 接受访问 所以居里夫人就准备去美国了 而准备去美国呢 法国政府就考虑 应该给玛丽 居里夫人一个适当的头衔 配得上她去美国 接受荣誉的身份 最后呢 法国政府啊决定颁一个十字勋章给玛丽 但是玛丽呢 再次拒绝了 到了美国 居里夫人的描示物质 现身科学和服务的精神 深深的感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国家 在美国面对着应接不暇的欢迎仪式 玛丽是虚弱的不能够站稳 甚至在一次见面会中啊 玛丽的一个狂热的崇拜者和她握手的时候 不小心还牛伤了她的手腕 接着接下来的日子 这位受人尊敬的女学者 就是把手臂啊 吊在绷带里继续她的旅行 而那一年呢 哈定总统在美国白宫 把一颗雷就赠给了玛丽 当然了 雷的辐射太强 真正的雷还在工厂里 不过哈定总统 颁给玛丽的雷呢 只是一种象征 美国之行让玛丽是疲惫不堪 但是她的心里面很快乐 非常的满足 这份的满足呢 不是对自己盛名的骄傲 而是认为自己为美国和法国 以及美国和波兰的关系 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贡献 现在居里夫人的名号 具有非凡的力量 这一点是美国之行带给她的感受 她现在也开始开窍了 要利用这个非凡的名号 她要推动一些计划 玛丽也开始愿意改变自己的观念 用所谓抛头露面的影响力 来做出自己的努力 美国之行之后 玛丽拖着虚弱的身体 到世界各地出席会议 发表演讲 参观科研机构 她在不停的奔波当中 宣传推广着自己的科学理念 居里夫人的名字传遍了世界各地 她个人的声望也达到了巅峰 但是在大家狂风暴雨般的崇拜当中 其实这个女人显得是非常的平静 甚至是孤寂 现在我们要平衡的讲 从严格意义上讲 玛丽拘离夫人对女儿们的教育 有时候显得是很不够的 这当然和她忙碌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不过也不需要她过多的教育 她自己言传身教 已经让两个女儿受益肥浅了 那有的时候 玛丽也会遇到一些女性的崇拜者 特别崇拜她 而玛丽总是告诉她们说 除非你们对她们说 你们不需要把我当成榜样 不要只想着过我这种 尤为自然规律的生活 才是人生的选择 玛丽夫人对她们说 我之所以把大部分的时间 用在科学研究 而不是传统的生活上 只是因为我喜欢科学 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的生活选择是顺着自己内心的 而不是为了反对一种生活 而站在她的对立面 然后玛丽夫人对那些年轻女性来说 她说对于年轻女性来说 过一种简单的家庭生活 做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这样就是最好的人生 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的生活模式 每一个人上天上帝的设定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要认为 现在是不值得珍惜的 只有未来才是好的 我们千万不要这么想 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 在玛丽的领导下 雷研究院的资金越来越充足 尽管玛丽尽心帮助 实验室里面的每一个人 但是实验室里面的每一个人 之间并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样亲密的关系 这和玛丽的个性有关 就算是合作多年的同事 玛丽也一直用先生 小姐夫人这样的词语称呼大家 玛丽并不刻意和别人拉近关系 但是她却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 甚至是她的司机 玛丽都对她怀着无比崇敬的感情 这个情感含蓄的富人 用她独有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身边的人 在各种力量的帮助底下 放射疗法在法国逐步的发展起来 世界各地的医生都来到法国 学习先进的治疗肿瘤的技术 对于教学工作的玛丽一直不敢懈怠 每一次她走进教室 看到眼前齐刷刷站起来的学生 教了半辈子书的玛丽 还是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紧张 当然这和她的学识是没有关系的 是因为她的个性所致 现在我们来谈关于玛丽的最后一段的内容 就是最后的告别 衰老和疾病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 早在1920年的时候 医生就告诉玛丽 她患上了白内障 有失明的危险 玛丽并没有向她最亲近的人 隐瞒自己的病情 而是在第一时间告诉了他们 而玛丽的亲人们 帮着她对外界隐瞒病情 她的医生也不例外 玛丽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用的是假名字 佳瑞夫人 艾夫去眼科医生那里 给母亲拿眼镜 也是用佳瑞夫人的名字登记的 当然了 不管玛丽怎么样隐瞒 在实验室这样的环境中工作 还是会被发现的 但是实验室里面的人呢 理解玛丽的心情 大家虽然知道她的眼睛出了问题 但是并没有说破 而是陪着她一起演这场戏 玛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因为病情受到影响 所以最终做了动手术的念头 1930年 她做了第四次的手术 漫长的康复时期 让玛丽是备受折磨 在玛丽漫长的康复期当中的支撑她的 依旧是对实验室工作的热爱 想到要离开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玛丽觉得简直比要她的命还难以承受 每天在实验室的时光 是玛丽最快乐的时候 就算没有什么重要的实验 只要站在仪器面前 玛丽也是一副喜悦和专注的表情 玛丽严格的照着医生的指示 做着各种复健的活动 最终凭借她完全强的毅力 厚厚的镜片 又恢复了常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奇迹 战胜病魔之后的玛丽 已经可以很平静的和别人谈论死亡的事情 她也常常说 哎呀我知道 我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等等 到现在 她的先生比埃尔居里去世 已经快三十年了 玛丽一直怀着一种 无可比拟的热情工作 因为她从比埃尔的死亡 看到了生命的无常 所以她要抓紧时间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玛丽轻视疲惫 藐视疾病 这是她抵抗疾病的方式 三十几年以来 玛丽一直都在接触雷 这种放射性非常强的物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玛丽更是整天和X光检查设备待在一起 雷研究院有规定 会定期检测工作人员的血液成分 玛丽的血液成分不正常 是在情理之中的 三十几年的危险工作 玛丽的血液成分只是略有变化 还有一双被烧伤的手 玛丽认为这是上帝对她已经够仁慈的了 1933年12月 玛丽再次入院 X光检测仪器显示 在玛丽的胆囊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结石 玛丽终于开始遵照医生的嘱咐 注意自己的饮食和身体状况了 她的改变多少是一种畏惧心理在作祟 因为她的父亲就是死于相同的病症 那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我们当然知道最后 医生最后的断定是玛丽得了严重的恶性贫血症 也就是白血病 玛丽的病情终于得到了确切的诊断白血病 7月3日的早晨 玛丽用颤抖的手拿起温度计 看到上面的度数降低了 她开心极了 在玛丽的心中又升起了对生活的渴望 她觉得自己又可以回到实验室当中 过她想要的日子 她甚至做好了离开疗养院的打算 只是所有了解真相的人都知道 这片刻的好转迹象不过是临终前常有的症状 也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回光反照 但是最后告别的时刻还是来了 玛丽陷入了恍惚当中 只能够发出一些痛苦的身影 在最后的时刻 她没有呼唤陪在身边女儿的名字 没有叫任何人 她的思维仍然是留在她的工作上 玛丽在弥留之际转头看到放在床头茶杯里面的一个茶汤匙 就是条羹 她迷迷糊糊的以为这是一个精巧的实验用具 她用微弱的声音问 这是雷做的还是什么做的 接着她又断断续续的说 我一直在想着要出版的书 要记住各章的分段应该是一样的 医生来给玛丽注射 她朝着医生喊 我不要不要再来打搅我 医生和爱夫每个人拉着她的一只手 她的身体渐渐的冷却了 玛丽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阳光照进病房 她依旧美丽 对于玛丽的死 医学上终于有了确切的诊断 瑞国教授说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和丈夫发现的 放射性物质的远期的牺牲者之一 在关于玛丽的病情诊断报告上写着 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迅速的 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 骨髓不齐任何反应 大半是因为长期受辐射所致 1934年7月6日的下午 居里夫人的葬礼举行 这是一场安静的仪式 没有演说 没有仪仗 没有政治家和政府官员 只有玛丽最亲近的人陪在她的身边 当人们把玛丽的棺木轻轻地放在 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的时候 布罗尼亚和约瑟夫向墓穴中撒下了一把 从波兰带回来的泥土 墓碑上又添上了一行新字 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居里 1867到1934年 一年之后玛丽临终前写完的著作终于出版了 在雷研究院明亮的实验室里 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依旧油条不纹地进行着 多年前在建这所研究院的时候 玛丽希望她能够在自己离开世界之后 依然存在着 给更多的科学家仪庇护 现在呢玛丽的心愿实现了 好这本书学完了 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完了 我想没有人会忘记玛丽居里夫人 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伟大的学者 也是因为在多年之前 这一对夫妇 居里夫人在非常低又低又矮的棚屋里 居里夫人玛丽曾经见到闪烁着耀眼荧光的雷 她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 但是居里夫人不知道 她身上的那些品质 也是世界上美丽耀眼的光芒 希望这本书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能够激励你 让你知道你的天赋在哪里 不管发生什么 总要把你的天赋做好 祝福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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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